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92集 羊是人体内的最后一口气 这期极为的污浊 活人吸入体内 轻者神志错乱大病一场 重者就会直接死亡 可见这羊气的毒性之强了 而老太太所中的羊气 并非吸入体内 而是打在了老太太的面颊之上 让老太太面露漆黑之色 如今知晓了老太太 面露漆黑之色的原因 那么便很好诊治了 张凡用手中针 在老太太脸上扎了几针 一滴滴黑血 从那个位置上面溢了出来 只见张凡右手称爪形 笼罩在老太太脸上 一股强大真气 骤然从张凡的掌心远出 直逼向老太太的面前 在真气作用下 一股黑气 骤然从老太太脸上 挣腾而起 时间不长 老太太的脸色 便是恢复了正常了 羊气的性质和阴气差不多 而张凡体内 那治刚治阳的真气 正是羊气的克星 虽然老太太中了羊气 令得她脸色漆黑 但却并不能威胁到老太太的生命 周贤的仇人之所以把这羊气 打在老太太脸上 应该是为了要迷惑众人的视线 让众人认为老太太中的是古毒 毕竟上次周贤所中的便是古毒 若是按照古毒来治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那锁魂结便会把老太太的魂魄给吸走 那锁魂结里面 本就有的阴魂便会进入老太太体内 到那个时候 就一切都完了 你奶奶没事了 谢谢你张凡 周宇还满脸感激 看向张凡 没事 你爸呢 我不知道 他装着手机呢 我打个电话问问 好 你快问问 随后 周宇还便掏出手机来 拨通一个电话 电话很快便被接通了 爸 我奶奶刚刚出事了 你奶奶没事吧 我给张凡打了电话 是张凡把我奶奶救过来的 哎 每次都要人家帮 我欠人家太多了呀 周贤的声音里面 颇别的愧疚 好了周叔 别说这些了 张凡一把接过了周宇还手中的电话 冲电话那边说 周叔 你在哪呢 我过来找你 哎 你还是别来了 那人实力颇强 我担心会连累你啊 别磨叽了 快说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说不定 咱们两个联手 就可以打败他呢 电话那边的周贤 略做犹豫 还是说道 我 我在西城郊的那片树林里面 张凡一听 那地方 不是放养老头孙唐住的地方吗 好 我马上过来 说吧 张凡便把电话挂了 众颜东说道 颜东 你留下来 保护老太太还有雨晗 我出去一趟 颜东听了 重重点头 张凡刚刚迈出两步 身体微微一顿 捡起了地上 那个锁魂结来 而后 才迅速离开 出了小区 张凡打了个车子 直奔西城郊的树林 二十分钟之后 张凡便到了西城郊 在去的路上 张凡一直考虑一个问题 周贤的仇人 可别是放养老头孙唐啊 如果真是孙唐 那张凡又该帮哪边呢 到时候 恐怕只能让他们两个人 自行解决了 下车以后 张凡并没有先找周贤 而是给孙唐 拨了个电话 上次吃饭的时候 便是胡相留了电话号码 出发去墓葬的话 还是要通知孙唐的 电话 很快被接通了 喂 是不是又缠我的酒了呀 想找老头子我喝两杯 话筒那边 传出了孙唐 爽朗的笑声 喂 你现在在忙什么呀 啊 自饮自着 你们有跟什么人 发生什么冲突吗 冲突 没有 老头子我 可不是那种 愿意和谁都发生冲突的人 你可别把我给看扁了 不过呀 刚刚我这门口 倒是有两个道士在打架的 两个道士 张凡眉毛一挑 这下 他放下心了 周显的仇人呢 并不是孙唐 行了 那我马上过去找你 张凡在树林里面 漫无目的地找 还不如 去找孙唐呢 没有人比孙唐 更加熟悉这片林子了 最重要的是 孙唐刚刚 还看到两个道士打斗呢 张凡 有一身真纪本事 那行进速度自然是颇快的 十几分钟 便已经到了孙唐门口了 他轻车熟悦地 便推门进来 此时 孙唐正坐在东屋里面 吃着手切羊腿 喝着酒呢 来了 快快快 坐吧 不用了 我这次过来 不是找你 是找那两个道士的 你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在哪吗 看到张凡 满脸认真的模样 孙唐也不再开玩笑了 直接说道 刚才那两个人 在我门口打斗来着 被我给喝池走了 应该是往北半去了 怎么着啊 你跟我说说 我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啊 孙唐继续说道 咱们也别愣着 我对这林子熟 我带你去找他们 行 那谢了 张凡微微点头 孙唐马上便下抗穿鞋 带着张凡便要离开 刚刚走到门口 张凡忽然又说 诶 等一会儿 怎么了 张凡大步 到了桌子前面 拿起一根羊腿来 狠狠地咬了一口 一边吃 一边嘟弄到 哎呀 我刚才没吃饱 弄点东西吃 这羊腿味道可真不错呀 看着张凡的吃得很香的模样 孙唐无奈地笑了 随后 两人便出了孙唐家 一路往背走 两人走到死人坑的位置时 发现地面上 有一大滩血迹 还有一块皮肉 张凡拿手电筒照了一下 这血迹和皮肉 并非是普通的颜色 而是黑色的 而且张凡还发现 这血迹和皮肉里面 是有骨毒的 那两个道士中 有个身材稍胖一点的 活用骨毒 而且啊 还养了不少的恶鬼呢 这时候 孙唐又说话了 周显的身材是正常的 孙唐口中这个 身材稍胖的道士 应当便是周显的仇人了 就在这时 远处传出了一声爆喝 并且还闪过雷道 闪烁的剑芒